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月我跟她借了一百块 我告诉她一周以后还给她 可是一周后我拿不出钱来 我让她再等我一周 昨天我终于把钱还给她了 但她好像不高兴 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 该你了 还钱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莉莉 我以为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 上个月我跟她借了一百块 我告诉她一周以后还给她 可是一周后我拿不出钱来 我让她再等我一周 昨天我终于把钱还给她了 但她好像不高兴 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她的问题 她跟莉莉借了多少钱 她打算什么时候还钱 你觉得她们是真朋友吗 留言告诉我 留言告诉我 还有一个好朋友叫莉莉 她们 我以为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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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我跟她借了一百块 我告诉她 一周以后还给她 可是一周后我拿不出钱来 我让她再等我一周 昨天我终于把钱还给她了 但她好像不高兴 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她的问题 还钱 我有一个好朋友 叫莉莉 我以为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 上个月 上个月我跟她借了一百块 我告诉她 一周以后还给她 可是一周后我拿不出钱来 我让她再等我一周 我让她再等我一周 昨天我终于把钱还给她了 但她好像不高兴 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她的问题 还钱 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有一个好朋友 叫莉莉 我以为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 上个月我跟她借了一百块 我告诉她 一周以后还给她 可是一周后我拿不出钱来 我让她再等我一周 昨天我终于把钱还给她了 但她好像不高兴 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她的问题 该你了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